天氣早安 變化很大 心臟很容易中風 加上一些鄉親 想說自己年輕 身體勇敢 就常生活一些小毛病 日前 中華基督教病院就來修理一名四十四歲 身體很養重的男性犯者 說一開始 行禁這樣 沸沸 人一直流沉寸 想說是太過疼 睡覺後有更好嗎 沒在擾他 哪會知道過兩禮拜 人又又沒有鬆快 去病院 等看醫生的時尊 人說這樣死死混混去 好家在請求之後 救回一條四名 救護車冠警和婚客臨生時 傷口急診症 醫師說 患者到醫生 已經出現心跳清晰的狀況 經過急救 再回後四名很凶 在這個初步診療的時候 就突然發生 昏倒 心跳停止的狀況 當時醫院的人員趕緊幫他急救 那就一路急救到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急診室來 到達現場之後 我們發現 他的心率是屬於要奠極 比較危急的心事戰動 同時也是一個急性心肌梗塞所引起 按幾問關 今天一回的臨生時說 剛開始這次有感覺先攬10隻再添加一點 想說休睡一個就好了 想到過兩週這種沒鬆快的感覺還來了 遇到輕人看這時就分開了 一週二十幾個禮前就一次 假意很不舒服 辦法到無座 Brysha 或旁邊等候 在短大掛火的中間的時候就燒烤的紛亡 紛亡的紛亡紛亡快的專員就直接來章機了 然後就落到章機的急診室的護士就綁發CPR 然後到這裡就好不快就倒了 醫師說 天氣變化大 對心會更併前的威脅也很大 千萬不肯任為少年輕的體用 只要現場有無爽快的感覺 最好是關心去看醫生 他也提醒我們這個天氣變化大的時候 我們有輕微的胸悶不舒服 要趕緊就醫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也是一個上帝的恩典 醫師共町 指明了四十四歲的環節很幸運 每一個穿緊的環節都很順利 包括CPR 電鍵和專業科目 以及在會抗爭鞋子頂竟動親孫 斷衣十天之後 萬全會後也沒有後遺症 大張新聞 頂向雄話 彩虹報登 按摩